為什麼一直瘦不下來 其實就是身體處於一個 慢性發炎的狀態 其實常常跟去的疾問有關 高度攝取紅肉和加工肉 會引發發炎反應 導致動脈周莊硬化的風險 有一個40多歲的男性患者 他BMI26 試著減少了糖分的攝取之後 降到22 皮膚原的情況也大體改善了 請問你覺得你自己身體 目前有在發炎嗎 胃食道逆流 為什麼 那你覺得如果胃食道逆流不出移的話 之後會發生什麼問題呢 可能就是胃癌啊 你覺得你自己身體有發炎嗎 沒有 症狀有哪些是你有的 就這個吧 皮膚 皮膚過敏 那你知道皮膚過敏發炎 這其實也是代表身體在發炎 真的嗎 對 有胃食道逆流 胃食道逆流 那你覺得胃食道逆流 如果沒有出移的話 會有什麼問題發生 會有很多的問題啊 你會睡不好 情緒不穩定 免疫系統也會不好 因為你吃不好睡不好 會導致更多的一些副作用嗎 偏頭痛 當然會對睡眠有影響 跟集中力會有差別 很容易發炎 就是比如說天氣太熱 然後走路走一走 回到家睡冷靜 然後就開始鼻子過敏啊 人不舒服啊 頭痛啊 你覺得你自己 目前身體有發炎嗎 有 有的時候可能太累 就會喉嚨痛 或者是強烈疲勞感 鼻子比較敏感 常常會流鼻涕 鼻子過敏的時候 會連帶著你眼睛會覺得很腫啊 就會導致你可能很想睡覺 之類的 你覺得你自己 目前身體有在發炎嗎 有啊 有哪些症狀 肌肉痠痛 對然後腰常常在痛 那你會不會擔心 這些症狀如果都沒處理 會對你其他的健康 可能造成什麼大的影響 會啊 容易有那個 高慢性病 那就麻煩了 我會怕我身體越來越糟糕 因為你需要健康 才可以去照顧我的家人 自己有警覺性啦 少時間去 去調整一下了 嗨大家好 我是衛生長醫師 你是不是常常覺得身體 莫名的無故痠痛 那有時候疲勞 卻找不到原因 小心這可能是身體 慢性發炎的警訊哦 如果長期下來都不理會 最後可能讓你一直發胖 甚至導致 糖尿病 癌症 心血管疾病等重大健康問題 其實慢性發炎沒有你想像那麼單純 你一直受不下來 很有可能就是慢性發炎害的 想要減肥 就要先消炎 那我們這支影片 就要告訴大家一些抗發炎的策略 透過五個不要 五個要 的對策 幫我們自己的身體來消炎 影片開始之前呢 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有任何健康的問題 都歡迎在說明欄裡面 找到預約的連結 來出日診所找我聊聊 提到發炎啊 我想大家都不會覺得很陌生 但為什麼時代雜誌 要把發炎稱之為神秘殺手 根據2019年Nature的紫期刊研究發現 慢性發炎疾病其實是公認的重要致死因子 超過50%疾病死亡 都跟它有關係 那我們把視角拉回台灣 2022年國人十大死因裡面 可以看到除了 新冠肺炎 肺炎 和事故傷害以外 另外七個 都跟我們的慢性發炎關係密切 那發炎呢 原本是我們身體面對感染 異物入侵 還有一些損傷的時候 它展現出的一個正常的生理反應 我們的身體在面對這些影響身體健康因素時 會藉由這樣的發炎反應來掃除異物 同時重建組織 舉個例子 就好像身體面對感染的時候 我們的身體放一把火 把這些細菌啊 病毒啊 給燒光 因此 發炎嚴格來說 對我們身體其實是一件好事啦 只不過呢 如果它演變成一個長期慢性的發炎的話 那對我們身體來說就是個大麻煩了 那我們要怎麼分辨急性發炎跟慢性發炎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 一般來說急性發炎 指的是像 感染、蚊蟲叮咬這些狀況 組織上會產生 紅肋腫痛這些表現 通常它持續的時間會是數分鐘到數天 那它的改善時間也比較快 慢性發炎呢 則不一樣 它通常表現出來的是 組織破壞啊 壞死啊 或一些纖維化的狀況 那它可以持續數週 甚至到數年 恢復的狀況通常較慢 甚至會有一些後遺症產生 後面呢 甚至有可能演變成糖尿病啊 過敏 氣喘 關節炎 甚至是心血管疾病 這些嚴重的問題 所以慢性發炎呢 可以視為我們身體的一個解釋系統 假如我們不去處理這些問題 那這個程度就會漸漸的擴大 最終就會對我們健康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 那常見的慢性發炎會有哪些症狀呢 第一個是疲倦 疲倦我們一般可以分成兩種 第一種是心理上的疲倦 比如說我做事會覺得提不起勁 無精打采 也找不到做事情的樂趣 或者是享樂的動力 那另外一種則是身體上的疲憊 覺得肌肉無力 動作緩慢 那像心理疲憊會比較跟我們大腦的前額葉功能有關 那身體的疲憊呢 則是和腦部的紋狀體有關 第二個部分則是消化道的症狀 對於一些有壓力啊 或者說作息特別敏感的人 上台前就有可能會有些拉肚子的症狀 或者說常常輪班的時候呢 會有一些便秘的症狀 這都是我們慢性發炎的一個表現 第三呢 像是一些皮膚啊 或是呼吸道的症狀 我們的皮膚和呼吸道 其實是我們主角外來物入侵很重要的第一線屏障 因此呢 我們人體就在這兩個部位呢 準備了很多的免疫大菌來去處理這些問題 但若我們身體處於慢性發炎的時候啊 這些免疫系統就很容易對我們自身或外界的刺激 有過於強烈的反應 這時候就容易產生慢性發炎的症狀了 第四個 就是無法解釋的疼痛 莫名的疼痛啊 肩頸痠痛啊 膏肝痛啊 四肢痠痛 胸腹臀部的疼痛 當你看遍所有的科別啊 你都找不出你疼痛的病因的時候 這時候你就要小心喔 你可能就是處於一個慢性發炎的狀態之中了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張圖 就可以了解到 當我們身體長期處於慢性發炎的話 它很容易出現下列幾種疾病喔 第一個 腦神經的部分 它容易有阿滋海默症 失智症 身體長期疲倦 失眠 那在精神疾病的部分 也會有憂鬱症 躁鬱症的狀況 心血管的部分呢 則會有高血壓 腦中風 心肌梗塞 動脈硬化 肌肉疼痛和關節老化的問題 也會造成骨關節炎 風濕性關節炎 骨質疏鬆和肌草症 另外 癌症以及肥胖和相關的代謝疾病 像是糖尿病啊 代謝症候群啊 脂肪肝 再來 消化系統的併發症 像是腸肇症 逆流性食道炎 其中有個疾病其實就是肥胖 那有一些人為什麼一直受不下來 其實就是身體處於一個慢性發炎的狀態 那我們以身體著火來舉例好了 脂肪細胞其實就是一個專門搞破壞的冠性動火犯 它會持續製造一些細胞基礎 像是 Interleukin-6 Interleukin-8還有TNF-R 這些原本是白血球才會分泌的發炎基礎 居然脂肪細胞也會分泌 麻煩的是 發炎會造成胰島素組抗增加 那一旦胰島素組抗增加 血糖就無法順利進入細胞內 導致胰臟要分泌更多的胰島素來降血糖 而過多胰島素也會促進發炎 發炎又導致肥胖 那這時候肥胖的組織又增加了 所以肥胖 糖尿病 發炎就是治病的鐵三角 那有哪些東西會讓我們身體著火 發炎呢 在日常生活中 只要能夠避開五大地雷 就能降低我們身體發炎的狀況 第一個 就是含糖食物和飲料 攝取高糖飲食呢 它會引起我們代謝異常 那它會促使脂肪組織和肝臟釋出發炎因子 像是CRP 和TMA 發法 這些發炎因子 它會去影響腸道的通透性 最後會導致我們心血管疾病的產生 還有一些發炎性腸道疾病的發生 像澳洲就有一項研究他有發現 在給予受試者不同種類的含糖飲料之後 他們體內的發炎因子CRP有明顯上升的趨勢 那其中又以果糖和蔗糖組的受試者 他CRP上升得最明顯 像我在診間 就曾經有一個40多歲的男性患者 他BMI 26 那從小到大 皮膚炎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他 從來沒有解決過 當他開始試著減少精緻澱粉和糖分的攝取之後 尤其是面食類 他除了體重下降 BMI降到22之後 皮膚炎的情況也大幅改善了 第二個地雷 加工和超加工食品 所謂超加工食品指的是那些添加大量的人工添加劑 防腐劑 還有一些清化油和高果糖漿這些成本的食品 炸薯條 泡麵 汽水 還有一些微波食物 那研究顯示呢 攝取過多這些超加工食品 會導致我們體內的發炎因子增加 為什麼加工和超加工食品 會觸發發炎的原因有下列三點 第一個是他們含有大量的反式脂肪 他們也含有大量的Omega 6的脂肪酸 超加工食品被認為會增加Omega 6脂肪酸的攝取 導致體內Omega 6跟Omega 3的比例失衡 那這樣的失衡呢 會引發發炎反應導致動脈周莊硬化的風險越來越高 第三個地雷就是油炸食品了 大家都知道吃油炸不好 但是它為什麼會讓身體發炎呢 主要是因為炸雞薯條雞排這些油炸食品 它其實會讓我們無形中攝入太多的油炸油 那這個油炸油呢 它其實會損害我們腸道的屏障功能 導致細菌容易有腸道進入體內 誘發我們的主治發炎 那我就有聽過前輩跟我分享 他有一個病人明明就有大腸癌家族食 他卻還是很喜歡吃油炸食物 結果果然不到40歲就得到了大腸癌 第四個地雷就是我們紅肉和加工的肉類 高度攝取紅肉和加工肉 像是香腸火腿這些肉製品 那它會導致我們心血管疾病的風險增加 同時呢它會導致肥胖和慢性發炎的風險增加 根據2017年的印象研究 紅肉和加工肉的攝取會增加我們受試者的BMI 還有體內觸發炎因子的濃度 所以這些食品真的少吃為喵 第五個地雷呢就是酒 慢性發炎其實常常跟酗酒的習慣有關 其中一個最主要的發炎因素是腸道微生物 它會產生的子多糖 因為酒精會增加子多糖從腸道滲入體內 進入體循環 導致持續的全身性發炎 那我有個40幾歲的病人啊 他遇到一個狀況就是 幾個月來一直反覆的小感冒 只要現在流行什麼病菌 他都要餐飲腳 永遠跟在流行的尖端 那其實他就在他減少飲酒量之後 這樣的狀況也就跟著慢慢改善了 那對抗慢性發炎呢 除了我們要避開上面的五個地雷以外 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呢 一般的小感藥其實是我們用來對抗急性發炎的 那各種慢性發炎其實沒有藥物來處理 但不用擔心 接下來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些抗發炎的策略 我們只要牢記這五招 就可以幫助我們自己的身體遠離慢性發炎 我們的第一招就是體重管理 適當的體重管理有助於減少體內脂肪組織的堆積 進而降低發炎因子的分泌 同時提升細胞立腺體代謝的功能 第二招就是攝取抗發炎的食物 吃對抗發炎的食物對我們的身體 慢性發炎會有所幫助 像是綠色蔬菜 它富含抗氧化物質 像維生素1維生素C還有膳食纖維 我們的菠菜啊雨衣橄欖 其實都可以有效降低我們體內發炎反應 像是植物多酚 那這些多酚呢 它可以清除我們的自由基 調節我們發炎細胞的活性 來達到抗氧化和抗發炎的效果 莓果類啊柑橘類這些水果 還有洋蔥大豆咖啡 其實都含有豐富的多酚 再來豆類 像紅豆啊黑豆啊黃豆啊 這些豆類都含有豐富的醫生源 那它可以提供營養給腸道中的醫生菌 減少我們腸道發炎的狀況 另外 Omega-3不飽和脂肪酸 在脂肪酸裡面呢 Omega-3和Omega-6不飽和脂肪酸 有著不同的代謝功能和生理功能 Omega-6不飽和脂肪酸的代謝產物 通常具有促發炎的效果 那相對的呢 Omega-3不飽和脂肪酸則相反 它可以降低Omega-6帶來的促發炎效果 維持Omega-6和Omega-3脂肪酸的比例 其實對我們身體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那像是核桃啊 魚油啊 和一些深海魚類 含有的Omega-3不飽和脂肪酸都很多 根據一篇在2020年發表的研究顯示 薑黃、生薑和辣椒這些香料 它裡面的生物活性化的物 可以降低促發炎因子的分泌 減少泛反應 降低我們慢性病的風險 第三招 壓力管理 長期的壓力和情緒壓力 可能會導致我們內分泌和免疫系統功能的失調 使身體處於一種持續發炎的狀態 進而增加慢性疾病和憂鬱症等疾病的風險 那有效的壓力管理方法呢 其實我們可以培養一些休閒活動的興趣 去減少我們慢性壓力 增加我們的腦內飛 同時也能增加我們腹膠感神經的活性 來幫助我們抗發炎 像我平常啊 就會從事一些園藝活動啊 來去抒發我日常生活的壓力 那我習慣呢 在假日的時候啊 去一些花式去做一些採賣 去觀賞各種植物美麗的樣貌 那另外呢 我也很喜歡我幫植物澆水的這個過程 它能夠讓我釋放很多的壓力 第四個策略呢 就是運動鍛鍊 像主力訓練啊 它可以增加我們肌肉減少脂肪量 同時呢 它也可以讓我們脂肪釋放出發炎因子減少 那這邊要注意哦 運動請務必在專業指導下進行 這樣才能確保我們安全和適應個人的需求 每一個人都有適合自己的運動 一定要量力而為 才能夠真正透過運動 帶來我們身體的好處 第五個策略 就是我們要確保我們有優質的睡眠 缺乏睡眠和慢性發炎其實是非常大的關係的 它會增加我們大腦的觸發因子 導致注意力和學習力的降低 另外呢 它也會讓我們體內累積氧化物質 增加氧化壓力 導致我們細胞的損傷和增加疾病的風險 提供大家一個簡單的自我評論表 我在說明欄有放上連結 大家可以自我檢測 假如說在這裡面我們勾選了三個勾以上 你就要小心自己身體可能有慢性發炎 那如果超過五項 我就建議你要慎重面對哦 積極找專科醫師進一步改善發炎的體質 那如果說你想要更精準的確認身體是否處於發炎狀態 一般來說我們得做抽血檢查 我們可以從檢查的數據中 判斷身體是否處於發炎 以下呢 是一些我們經常被用來參考的檢測指標 像是白血球 HSCRP ESR 還有脂肪酸的比例 那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 在我們初日診所呢 這些檢查都可以檢查到 那當然有一些比較高級的見解 也有可能涵蓋這些項目 記住哦 慢性發炎其實不是一系之間造成的 許多人身上都存在發炎的活種 但持續埋下這個慢性發炎的活種的人 還是我們自己 那我們絕對不要讓慢性發炎 就讓一點一滴的侵蝕我們的身體 所以就要從五步五藥開始做起 那我們遠離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 代謝症候群這些嚴重的疾病 就從抑制體內發炎開始 那我想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那我們想要了解更多關於減重的大小事嗎 歡迎加入我們初日的官方LINE 謝謝大家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喜歡這個油脂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發現其他更具報復全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達人秀吧 點擊下方觀看更多有趣的內容 然後我們下支影片 就再見囉 走吧 進來